現在要叫做照相機 照相機 照相機就是有一組透鏡 它裡面的鏡子通常都不是只有一個 尤其是單眼相 它可能有很多 不知道是有13個鏡片 有一組的鏡片 組合而成 可是不管它這一組的鏡片裡面有突透鏡 還是凹透鏡 總和的效果就是一個突透鏡 然後照過去 是底片感光 這裡寫底片是因為古時候都是底片 現在你們的數字都是CCV 感光材料 不是沒有底片 意思一樣 感光材料可以感光 停車戰界問 我說裡面有一組的鏡片 那組裡面可能有的是突透鏡 有的可能是凹透鏡 不管它是凸還是凹 總和的結果 就是一個凸 為什麼總和的結果是個突透鏡 而不會是凹透鏡 暗示 我說 它要感光 它要讓感光材料感光 所以 它一定是突透鏡 要換誰啊 男女生是嗎 四號 為什麼 為什麼它一定是突透鏡 你這樣講不算錯 可不可以講一點比較跟理化有關係的 它必須要成什麼東西 因為它要感光它必須成什麼 所以它一定是突透鏡 凹透鏡不會 成一種像 它要成一種像 什麼像 不可能放大 那我就知道了 但是它重點是後面那個 有什麼像 十像 沒錯 它一定要成十像 因為它要在底片感光 所以它一定要成十像 它不可能 所以它不會是凹透鏡 凹透鏡只會成虛像 凹透鏡只會成虛像 所以 它要底片感光 它一定要成十像 凹透鏡只會有虛像 所以它不可能 所以不管它這一組有多少的鏡片 總和的結果就是一個 凹透鏡 OK 然後呢 照相機的成像 在底片上成什麼像 來想想你的照片 它的感光材料只有這一小片 上面要照到你整個大頭 你整個身體 都要照進去 所以 它應該是放大還是縮小 那麼它應該是正面還是導力 它應該是實像還是虛像 所以它應該要成什麼像 所以它應該是什麼像 所以它應該是什麼像 23 23 正力縮小 十像 來來來 起來起來起來 你想想看 你以前有背過正力縮小的嗎 你有背過正力縮小的十像嗎 你有背過正力的實像嗎 你有背過正力的實像嗎 十像都是導力的 虛像都是正力的 聽懂嗎 十像都是導力的 虛像都是正力的 如果我的鏡頭是個凸透鏡 而我又要成為一個導力縮小十像 就表示東西要放在鏡頭什麼位置 前面交過的事情 前面交過的事情 十四號 沒有十四號 沒有十四號 No.5 霹靂五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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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你 你不要再玩可以嗎 要放在 要讓它成為導力縮小 十像 東西要放在凸透鏡的什麼位置 焦點可以兩倍交易間嗎 你確定嗎 你確定嗎 你做 你確定喔 好吧 兩倍焦距外 所以照相機 正常 除非你的相機有所謂 麥克風的功能 然後調到麥克風的功能 否則沒有辦法照太近的東西 為什麼 因為要放在兩倍焦距外 換 否則它就會模糊掉 沒辦法成像 沒辦法成像 所以要放在兩倍焦距外 這是我們照相機的成像